今天这个视频给底层的男性择偶的建议啊 真心给大家的建议 因为昨天有个男粉丝找我咨询情感问题 他呢这个男生是八九年的三十五周岁 有一个弟弟当然弟弟结婚了啊 这个八九年的男生呢月薪七千 有车没有房子存款八九万 找大灵女呢大灵女就跟他总是把他当成备胎啊 说什么除了距离啊 就是你跟我之间的关系除了咱俩老家离的距离特别好 但是别的方面都比较不合适 为什么呢嫌弃这个男生月薪七千 啊嫌弃这个男生就是收入低年龄大 然后别的都不合适 然后呢而且这个 嗯这个女生就是这样的嫌弃 说慢热 那他找他现在就是找老婆真的很难 然后他那个这个大灵女呢是有个弟弟 还没有结婚 他的弟弟也二十六岁了 然后就是这个男生 这个八九年的男生啊 月薪七千的这个男生 他也有个弟弟 但他弟弟结婚了 他弟弟家庭条件不差嘛 就是农村的男生嘛 就找了一个智商有问题的 而且他那个他老他弟弟找的那个老婆 就是他的弟妹嘛 有点胖啊有点怎么着 就智商有点问题 但现在呢他的弟妹也怀孕了 然后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这些底层的男性给大家一个一些择有建议啊 当然大部分的底层男性是有自知之明的 但是确实有一部分的底层男性他确实没有自知之明 当然你们不要觉得我说底层男性有什么讽刺意义 本没有 我只是说想告诉那些农村的男性 没学历没家庭啊 又买不起房 收入又普通 对吧 啊就是这种 而且还年龄大的男性 给你们一些建议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就是我昨天连麦我都有点气愤 为什么 我因为这个男生在年轻的时候 他相亲的时候 他是相当的女人了 而且相了好几个女的 愿意嫁给他 他年轻的时候他挑剔 他说年轻的时候在28岁之前 他相的亲里面 有好几个男生女生是愿意嫁给他的 而且年轻的时候他相的那些女孩子也肯定也是底层的嘛 对吧 也是什么农村出生的女孩子 有两个女孩子 有一个女孩子呢 是怎么说呢 说白了 这个男生在年轻的时候找老婆 他挑剔 挑剔就想找漂亮的 是不是 他就是找女 有女人味的 所以他挑剔 但是他挑不到这种漂亮的 有女人味的老婆 所以但是他 有几个愿意嫁给他的女生是什么样的呀 有一个女生 有点太黑了 太瘦了 他嫌弃人家太黑了 太瘦了 所以他不娶人家 说白了 嫌弃他又黑又瘦的 黑的话肯定是一黑 人家不是说一白遮白丑吗 那黑的女孩子肯定不漂亮 甚至是有点丑嘛 对不对 他嫌弃人家丑 对吧 还有一个 有一个女孩子 也有个女孩子想嫁给他 就是 这个女孩子的就是 打扮有点中性化 就类似于像李宇春那种 不男不女的那种感觉嘛 但李宇春也能看得出来 她是一个女孩子 她就觉得人家这个打扮有点中性化 所以呢 她觉得 哎呀 我不喜欢 就这个又黑又瘦的女孩子 我也嫌她丑 我打扮了有点中性的女孩子嘛 就感觉有点没有什么女人味嘛 对不对 就是不漂亮嘛 说白了就想要漂亮的女孩子 然后我听完呢 我真的是有点气 你知道吧 我真的是很气愤 当然我也不知道 我的 我的粉丝 没有什么固定的阶层之分 我的粉丝 穷的有很穷的 富的有很富的啊 就是说中间的 有很中间的 但有一部分的博主的粉丝 他可能都是属于那种 中产以上阶级的那些粉丝嘛 那我的粉丝就是 由于我是女性嘛 对吧 我是女生嘛 然后我的粉丝都是 什么样的粉丝都有 所以啊就是这种啊 底层的农村的男生也有 我就很生气 我说你都真的是 不明白一个道理啊 有句话好说啊 就是平步择期 对于底层的男性来讲 对于这种 刚刚说的那些啊 学历收入对吧 还有家庭条件都没有 而且出生农村 因为这个男生学历也不突出 因为有学历高中学历 现在混到35岁了 月薪也是7000块钱 对不对 然后呢就是 啊 存款也就八九万块钱 对吧 然后就是也就有辆车 完了家庭条件又差 对吧 当然他的父母也是给他存了一笔 去老婆的资金嘛 他说他父母可能给他存了四五十万 反正甭管咋的 他就是有着四五十万 他也在他所在的那个城市买不起房 他现在是在一线城市 广州那个城市买不起房的 即便买了他也月供不起 即便他能还得起月供 他还了月供 他的收入就养不起家了 是不是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说 待在一个男生没有选择权的时候 你又觉得 由于这种资质很普通 甚至资质没有 没有任何资质的男性 到了这个社会上 他能混出 名堂的概率 会比那些有了 学历的男生的概率要低很多 那你就应该在趁着你年轻的时候 赶紧找老婆 啊 真的是趁着年轻的时候 赶紧找老婆 不要等到人家 你老了时候再去找老婆 对不对 就是你说 我说句不好听的话 对不对 我是三十二三岁之后 结了婚 我三十二三岁的时候 认识我孩子他爹 他也是个底层的 我就不怕大家说 他也要学历没学历 对吧 长相和身高还是可以的 家庭条件也没有 但是他还好歹有一点是好的 就他有年入二十万的能力 至少我认识他的时候 那会儿他是有年入二十万的能力 对吧 就最近两年他那个行业不景气 年入十来万也是有的 当然我刚认识那时候 可能也没有年入二十万 就年入个十七八万吧 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最起码我认识他的那一会儿 他最 就是我是2019年认识的他 2016年到2019年 这三年的时间 他的平均年系统都是达到二十万以上的 但2019年那一年稍微弱一点 所以我当时即便他没房没车 即便他没学历 我也要图他有一个高的收入 至少年入十五万以上的男生 那他哪怕暂时没有房 他也是能够给来给女孩子期待的 是不是 你说我不可能找一个要学历没学历 对吧 要收入也没有收入的男性嘛 对不对 好歹我也是大专以上的学历嘛 对吧 我也不是没有脑子 对吧 虽然说现在我孩子他爸他赚的钱还不如我呢 但我就想跟男性说 即便说女孩子他找不到太好的老公 但是因为我说实话 我那时候也是年龄大了 对不对 你说我颜值吧 也还行 说的过去至少不丑吧 至少能看得过远嘛 有颜值也不难看 也能看得过去的女生 又有学历的女孩子 他即便 哪怕他年龄大 他挑老公的时候 哪怕挑不到有房有车有学历 有高收入的男生 他也能找到在这些 底层男性里面找到一个 啊 收入高的男生 他肯定是有的挑的 你知道吧 同样的啊 同样的这种底层的女性 他也是有的挑的 那我想表达意思就是说 底层的男性啊 男性 你除非你能够混到 有房有车 有养家的能力的情况下 你才有资格去挑女生的颜值 哪怕是底层的男性 想去挑底层女性的颜值 你也要怎么说呢 反正你如果买不起房 各方面 因为他在28岁之前 他家庭条件是不咋地的 他个人能力混到35了 也是月入期间 现在啥啥啥都没有 我是想表达意思 就是底层的男性 在年轻的时候 如果条件不好 本身 有句话说的好啊 平步择期 真的是平步择期 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吧 也许我说话很扎心 一些话说话很难听 但其实绝大部分 95%以上的男性 都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就是有那么一丢丢的 底层男性 他就是不懂这个道理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就是我确实有一个弟弟啊 那是我姑姑的儿子 他就不明白这个道理 他要早明白这个道理 他早结婚了 现在他就是高不成低不就 他总想找他想要的那个女孩子 但他想要的女孩子 就是看不上他 而且总是这些亲戚呀 就是这些大姨呀 舅舅呀劝他的时候 他就说 哎呀难道我就要随便找个女人结婚吗 他还是拎不清自己的那个啥 所以我就奉献条件差的男生 你越在年轻的时候 越去找老婆 越能成功 只要你的条件不好 不好 没房没车 且养不起家的情况下 你就有女的嫁给你就行了 是不是 你总比孤独中老要强的 哪怕你离了婚 你也比孤独中老要强的 所以说 就是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吧 当然我也理解啊 就是不知道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吧 这是我的观点 好了 大家有什么情感问题 抖音搜 领帽聊人生 主要有个联系方式 找我私信投稿 或付费咨询 还有我补充一记 我的弟弟 我的二弟弟结婚比较晚 二弟弟是在他30岁的时候结的婚 但他30岁年龄也不是特别的大 对不对 而且他那时候 我爸妈有给他买房买车的能力 所以他能脱单 但是他因为到了30岁的年龄 他也只能找一个离了婚 孩子跟着前夫的这么一个老婆了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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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